今天有一个网友 寄了一个样品过来 教我帮他检测一下成分 那我们先把机开上 因为这个设备有限开机 先让它这个压器 再充一段时间 把里面的空气隔绝 隔绝了过后 它才能使用 才能检测的才比较准 所以说我们要提前开机 那我们先开了 等一会儿等40分钟左右 我们再来检测 开机当中 开机我们等一下就 等40分钟左右再来检 现在机器已经打开 让它自行检测 有个网友寄了一件材料 要我帮他检测一下 是什么成分 那我们开机已经开了 四五十分钟了 好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检测了 那我们先来进行打一下 打一次 第一次看看是什么材料 这个就是发射枪 因为它开机开那么久的话 主要就是在里面形成一个保护 不让其他的外界的空气进去 所以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所以说这样纯度会更高 0.75的碳 0.068的亩 1.4的链 再打一次 打多一次 等一下我们再去对比成分 因为我们没有把所有的材料的成分 固进去 所以说我们根据成分去找材料 这有点像40多链木 1.4的链 第一次应该没测准 碳高 这次碳就合适了 1.65的链 应该是40多链木 再测一次 一般是要检测三次 三次去平均数 证明第一次碳没准 我们把第一次算出 我们只要第二次的数据 二次和三次的数据 怎么算出我算不来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成分 是一个什么成分 这个是打完的成分 这个应该是40多链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40多链木的成分 我对待一下 没错 是40多链木 那没有 40多链木